今天晚上11点 索尼PS将会发布一段技术演示 重点介绍PS5和游戏技术创新 这是索尼PS官方博客的英文截图 这是PS中国的中文截图 虽然丝毫没提PS5 Pro 但是大家都知道会有新主机了 如果是在老机器PS5上面叠加新技术 这种可能性很低 如果新机是PS6这时间还早点 因为PS历代主机的将隔时间 大概是7年左右 PS5还不到4岁 我估计有很多人会认为 或者不希望出PS5 Pro 认为PS5 Pro没有意义 PS5都没有什么游戏 如果出了个Pro拿来玩啥 这个视频我就和大家聊聊 PS5 Pro的意义 个人观点大家探讨 第一点 当前PS5的性能不够好 如果你有PS5 有4K电视或者显示器 请你玩一下追踪幻想7的第二章 Reverse 还有浪人崛起 还有蜘蛛侠2 黑神话悟空 前两个游戏有免费体验版 看看画质模式和性能模式的区别 在4K屏幕上差别一样可见 画质模式的画面很好 但是帧率很差 不是不能玩 是玩着不舒服 黑神话悟空PS5版 虽然有自身优化的问题 但是PS5机能不足 也是客观存在的 即便是索尼第一方蜘蛛侠2 画质模式的画面很好 但是只有30帧 开了VR才40多帧 如果切回120赫兹高刷 那个游荡起来特别舒服 但是情景对话的时候 画面观感差好多 第二点 PS5和PS5 Pro的人群不同 如果PS5 Pro真发布了 那PS5 Slim也会同时售卖 高低搭配卖给不同的群体 举个例子 既然有了大众汽车 为什么人家还要出奥迪 那么奥迪的意义在哪里 再举个例子 照相机里面有套头和牛头 就是那个镜头 虽然焦段差不多 套头卖900块钱 牛头卖7000 这两个镜头销量都不错 各取所需 第三点 PS5 Pro没有什么游戏可玩 有很多人还停留在 PS独占的那个年代 买PS就是为了玩独占 我能玩 你们不能玩 有这种优越性 这已经是老黄历了 索尼早就转变了 因为市场在变 索尼不得不变 现在的游戏是 主流硬件都能玩 只不过体验有区别 PS独占也是现实独占 索尼那边的独占更开放 比如印第安娜琼斯 买PS5的玩家 是为了花更少的钱购买设备 能玩到游戏 游戏体验还不错 花更多的钱买PS5 Pro 是为了更好的体验 比如多花100%的价格 买50%的提升 有人认为值得 有人认为不值 没有必要争辩 人群不同的 我认为我自己 开个大众就可以了 即便是有买奥迪的那个钱 我也不买 但是有人借钱 也得上奥迪A6的 甚至干二头的 因为他需要 视频的最后 我先预测一下 今晚PlayStation将会展示PSSR技术 就是类似于 英伟达的大力水手DLSS的超分辨率技术 简单的说 可以不用上太高性能的硬件 通过新硬件 AI和软件 能够带来更好的画面和帧率 这也是未来游戏的趋势 像那些总提4K原生分辨率的 也会变成老黄力了 好 以上就是本次视频全部内容 给各位参考